变成本的事 OK 今天我就找到了我这位朋友 Ken 来做一下访问 开越野车 什么感受啦 Ken 你是从事什么行业的 我本身是在一个五金公司打工 所以我的工作范围就是要送货啦 基本上是会用到这辆 Hilux 或者罗里 跑一些工地 送一些货 所以这样子没在路上跑 感受还有就是他们这两者有什么分别 其实来讲的话 用4U来送货的话你会轻松很多 因为这样的驾驶感也比较舒服 因为你那个轮胎卡在半路的话 把4U打开之后你可以慢慢的爬上来 就是你还是可以继续走啦 对对对对 会困住还是这样 不过轮胎方面需要特别去讲究吗 RT 就是我现在在用这款RT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我比较适合在工地里面使用的轮胎 就是可以跑公路也可以跑比较off的地方 它也很适合 这个好像比较越远的轮胎 在我平常这样的驾驶啊 操控啊那些稳定性有不同吗 它稍微会有一点点的不同 但是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分别出来 So compared with AT 的话差不多啦 对它是不分上下 哦 OK 因为其实我现在这样子坐在每个车 然后这样子跑这种普通马路 就觉得还OK啦就还蛮舒服 也不会讲很硬很跳还是很潮 在载重方面还有就是整体抓低那些 RT 会比较低好吗 如果载重方面我觉得是不相上下 如果反而是坐低的话 我会觉得RT 它的那个表现是非常的好 它的性能比较好 对比起如果你不想要浪费钱 去买那些比较贵一点的 MT 轮胎 就那种会比较噪音比较高一点的轮胎 你可以选这个 RT 它不会太过 Hardcore 它又可以经过到路上的行驶 可是你要进一些比较极端的地方 它又可以照顾到 这样在耐用度方面这种轮胎OK吗 其实这个也要看你本身怎样的去使用 基本上如果你是一般普通这样用的话 它是很耐的 RT 轮胎它真的帮我进去那些路况不好的地方 它会给到我一个安全感 我给一个蛮高分的 像我之前的话呢 我有去金马轮那边就是去露营啊 那边蛮多的菜园 进去的路况其实比较实滑 然后也比较多的东西 比较烂对 所以我觉得这款轮胎也是金马轮的原主啊 比起那个 AT 的话 它们会更加适合 哦 所以你本身是有从事那种 就是有去做那种出现活动的呢 啊有啊 其实看周末的话 我有时间我会去这些 就 picnic 啊 或者 camping 之类的 所以我就会用到我这台的 Hilux 就是进去里面 因为有些地方呢 它是比较普通 一般车是不能进的 对就是比较挑战劲一点啦 使用这个轮胎之后呢 我觉得我非常的满意 用 AT 的话 我之前有经过 它就是那种打滑的那个 现象会比较多 我现在用了这个 RT 呢 它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比较能 grip 到那个地 所以我就比较轻松 可以进入到那个营地 我今天带你去一个叫做 Sendart 4 的地方 那边有点小 offroad 就蛮适合今天这个轮胎 我让你看它的那个表现 好 很好 小明 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带你来的地方 哇 我看起来很有挑战性喔 这边 是蛮刺激一下的 我看这路不容易耶 哇 这个石头 刺激吗 小明 刺激 哇 哇 把这个轮胎 很明显 是 它真的是咬住喔 对 把轮胎这个东西在 offroad 里面占了多少% 可以讲是占了50% 就它的抓地那些 对 然后50%就靠你自己的经验 所以好像真的是你 如果是拿AT 跟RT 比啦 RT 在这种地方它的优势会比较 对 很明显 刚刚已经试了 它的那个 你没有听到它很明显的打滑 那个声音 像这边它的那个抓地是很不错 像我就试那个泥泥 对 这边有烂泥 这边就是打滑的地方 很容易打滑的 嗯 是有一点点的打滑 因为它那个 对 有有有 怎么样 刺激吧 刺激刺激 哇 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体验 来 我现在带你去 最刺激的地方 是 我看到这个 Oh my God 哇 不能到吗 应该是没有问题吧 哇 这个轮胎OK喔 哦 等我上去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 嗯 我要跟你讲的就是 我依然用这 是 你还是用这Hi-4 对 我真的发现这轮胎很重要 对 在这种地方 所以我还优势在这边 我赞同你讲 就跟你讲 是一个比较全面全方位的 就你平时 一般用日常这样 驾也是可以 好像现在我们都进到这种地方了 它也OK我 对 就可能你每个星期 你觉得要来这边放松 嗯 就换这条轮胎长期用 嗯 然后你可以在这边 通畅无阻的进度 嗯 哇 这个地方很不错啊 Ken哥 就像你带我来这边 很relax的感觉 对 我觉得你这样子上好像很容易 我还以为会很高难度还是什么 其实不会啊 哦 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真的蛮轻松的 就没有那种一直打滑的感觉 嗯 就compare你之前用的那个AT AT 的话呢 它会比较刺力一点点 嗯 但是也是可以到 而且我觉得这个轮胎 在我平时 啊 上班的那个用 日常这样子用 对 也是很好啊 嗯 嗯 所以我们在路上这样子开 其实我是做的 我是觉得蛮舒服的 对对对 它不会很硬 不会很潮 也不会很挑 真的 嗯 就算是daily friendly的一款轮胎 然后要增幅这种路段又很轻松 这样 对啊 价钱方面它是ok的啊 价钱方面我觉得是蛮清明的啊 嗯 就大众化的轮胎 嗯 嗯 是咯 刚才好像我这样上来 我们看到那些 Off-Road 的车 都是用这个Doyol 的轮胎 我有注意到 真的真的 我也是有看到好几两周是在用Doyol 的 对对对 就是不同的那个系列的轮胎 嗯 嗯 算是 Off-Road 界的一个比较受欢迎的轮胎 好啦 今天这个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也要谢谢 Ken 今天和我们分享这些东西 然后带我来做这个不一样体验啊 想要 Off-Road 的朋友 也可以做一个长考这样子 对 Off-Road 还有对这些户外活动有经验的朋友们 你们也是可以在下方留言 也分享你的心得 分享你的看法 还有分享你的经历 好啦 Ten哥 谢谢你 今天这个影片也是时候结束了 喜欢自清影片的话 记得给个赞 还有就是分享出去 当然最重要的是 订阅我们的频道 点击那个小铃铛 我是小明 我是阿Ken 我是 Ken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这把我发现的 有点赞